首先是课颂 是课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见凡夫相 九九十万计 经教敬一职 离圣致世清 以与书胜利大地六震动 车断变迪力 礼尽承诺族 变处胜利者 光明迎世间 称名白连开 礼尽法称族 善规知金山 能人戒日生 僧人连耻斩 礼尽功德光 善说知空计 智慧明月生 徒众睡连开 礼尽释迦光 愿无一切身 庄严佛教法 具足 尽学得 成就最殊胜 明世六言称名者 尤为佛索树寿迹 龙树武拙大成师 传承法流西剧集 慧集称名为嘎举 贤臣众生 医护主 横以三门恭敬礼 身身世世蒙射寿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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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嗯 啊 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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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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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各个佛学院的学生们 还有所有的善知识们 首先问候大家 2022年这个新年 在这个2022年新年当中呢 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 现象事成 同时一切如法而成就 那么这次的嘎句冬季便经法会呢 因为这个新冠的疫情没有办法像往年一样 在菩提高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各个佛学院还是在同一时间 大家依照便经活动的流程 在各自的学院中啊 现在如期地举办着 那么很多人也表达说 希望我能够在这段期间给予教学 所以为了不要让大家失望 所以呢 我们就安排了这次的课程 那这次的课程呢 主要是为了各个佛学院的僧众们 而开的课程 所以我觉得 对于各位学生而言 比起讲解修持 对于各位来说更有关联的是 讲解见解的部分 这也是为什么我这次挑选了 见解这样的主题来讲说的原因 佛教的派别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啊 一般来说分为 我们说有部 经部 为士 中官 这样子的四个部派 其中有部的这些思想 在聚舍论等等的一些论点当中 都有很清楚的解释了 所以相信大家应该都是很清楚的 那再来经部的来说 有关经部本身的这些文献 或者说经典 却是非常的稀少 除了在量论的一些典籍中 有少部分的会提到 经部的一些思想 但是经部本身的经典文献 却是没有的 很少的 再来讲到中官来说呢 这是藏传佛教 各个教派 都真的说自己是中官 他是中官派啊 可以说对于中官是绝对 不会陌生的很清楚的 所以呢 讲到中官的见解呢 我也说不出任何 可能各位没听过 或者不知道的这个中官见解啊 但是呢 讲到 唯士的时候 在藏地哦 几乎 可以说没有真正的这个 这个唯士学哦 这个弘扬的人 没有人真的在弘扬这个 这个唯士学 那么被翻译成藏文的这些 唯士的典籍 也都被很多藏地的这些大师们哦 用可以说用中官的思想哦 去诠释和引导 就变成用中官的这些思想去解释它 所以也很难判定说 到底哪些典籍 是真正属于唯士自宗的经典 而且 在藏地也没有人深入去研究唯士 所以站在唯士宗的论点 非常稀少 所以呢 更加难以判断 到底哪些经典 是属于唯士宗 现在呢 国际佛教学术的很多论坛上 有关唯士的学术讨论 还有研究呢 确实非常的多 但是我们呢 对于这方面的知识哦 资讯呢 确实非常的少 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于唯士哦 可以说现在 唯士对于我们而言 真的是一片的漆黑黑暗一般的 那就我自己来说呢 很幸运的是 我很幸运的是 自己不只是懂得 藏语 也稍微学过一些 其他不同的语言 其中呢 尤其这个 中文呢 是 是比较会一点的 所谓的 会多一些的意思是 我有小学六年级的程度 除了没有比这更高的这种 这个程度的 那因为我 小的时候啊 只 只学到了这个六年级 然后就停下来了 因为之后也到了这个印度 那么也没 没有机会哦 再这样子学习 所以呢 我的中文程度呢 其实只有小学六年级的程度 但是平时呢 我很喜欢这个学习中文 所以啊 所以对于这个 尤其以这个中文的大藏经 这个佛经为主的这样子的 如大海一般的这些经典 还有各种的著作当中啊 也因为我懂中文 让我有机会 可以像悠游于这样的大海当中一般 过去 我有许多的 这些 中文老师 对不起 过去有许多的 老师哦 那么大部分都是藏族老师 其中也有一位 这个汉族老师 当时他年纪已经很大了 现在也不知道 还在不在世 当时呢 他来教我这个中文 汉语 那我也没怎么好好学 而且 我周围的人呢 也不怎么鼓励我学 这个汉语 所以可以说 首先呢 是自己 这个也很懒惰 然后再来 周围的人呢 也不是很鼓励我学中文 所以总之呢 当时没有好好学 所以觉得有些后悔 但无论如何 现在我读得懂一点中文啊 也真的都是过去这些老师们的恩德 所以也 透过这个机会 也想感谢一下过去的这些老师们 所以总之呢 因为自己略懂一点点中文啊 所以在这几年来 就有机会呢 多读了一些书籍 像是东西方学者们啊 对于这些佛教的历史 还有见解的一些著作 所以一方面来说 因为这样子的阅读 帮助我开阔了眼界 也增长了这个见闻 但另外一方面来说 也让我深深感觉到 就是我们藏传佛教 在可以说现代的这种 学术研究上啊 是落后的 应该要这个加紧脚步 要跟上 所以我也想 借这次的机会 能够 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 借由这个机会哦 能够希望这样的课程 对于各位有些帮助 那么就像之前谈到 佛教里面有四个宗派 但这一次 特别我们选择了为士 为什么会选择为士 这个主题呢 首先我们说佛教 最主要分为身文和菩萨 我们说身文称和菩萨称 或者可以说大称和小称 首先如果你想要认识 什么是身文称 你就必须 透过学习有部和经部 这些的思想去认识 小称身文称 如果你要认识 什么是大称 那就必须透过学习 为士和中观的思想 去了解大臣 那么依据贤者喜宴 这部著作的一个说法 在阅称论师的那个时代 纳烂陀佛教学院当中 这只有阅称 他一个人是中观师 其他的论师 全部都是为士师 所以从这样的说法 你可以看到 在印度 甚至在印度那个时候 为士和中观这两者 两个思想来说 为士的思想 是比中观还更加兴盛的 而且呢 为士和中观的 这些大师当中 出名的这个大师 时当中 也以这个为士师 居多 再来我们说 为士和中观 这两者 到底是谁先 谁先谁后 从经典来说 首先呢 弘扬的是这个波尔经 而为士的经典上 愣且经呢 是稍晚才出现的 那么就大师来讲 这个中观的大师 龙树先出世 之后才是为士的 这些大师 也就是吴卓 士卿等等 所以我们会说 是中观先 之后才是出现为士 但是呢 一种说法说 因为中观的见解 他无法满足 这个吴卓 还有士卿 等等这些 师徒的见解 所以他们又 另外开启了 新的这种思想 那么在后期的 这些中观的论识 像是轻辩 越称 当他们在确立 这个中观的见解的时候 他们主要 驳斥的这个对象 或者是他们的敌宗 驳斥的对象 都是为士宗 而其中呢 他们驳斥 佛教内部 其他教派的内容 或者说寄送 都只有一点点 而大部分呢 他们的这些 诵文 或者内容 都是在驳斥 为士宗的 再来为士宗 它也很重要 是因为 因为为士宗的 这个弘扬 所以因为为士宗 弘扬 而这些论师 他们让这个量学 也得到了弘扬 而因为这个量学的弘扬 不仅影响到 佛教自身 而且对于 印度教 还有奇纳教 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那么在西藏来说 特别注重这个量学 一种就会说 这个中观跟量学 两者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呢 我们说中观 它也 一般我们会说 有分中观自序 中观印尘派 两派嘛 那之所以会分成 这样的两派 也是因为呢 轻辩和越称 他们两者 对于自信 是否需要成立因理 或者说 是否需要提出上原因 而做辩证 在这一点上 有不同的看法 而造成了 自序和印尘的分别 越称 曾经也提到说 轻辩呢 为了彰显 对于自身论理 著作的这种精通 他有这样一个说法 这样的说法 可以理解是说 越称认为轻辩 他继承了 陈那的量学传承 所以总之呢 轻辩呢 就被认为是 后期的量学 越称是前期的量学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是跟所谓的量学 英明是很有密切的关系的 还有在中国佛教来讲 还有这个承诺跟护法 还有一段辩论 那这个我们之后会再谈到 也就是 自序跟印尘的 之所以有这样的分别 也跟这个为是 也是有关系的 再来呢 像静命论师等等 这些 于且行中观师 像这些静命大师等等 他们也承认是 圣意 是中观 世俗为是 所以 总的来说 这中观和为是 两者的关系 比起我们说 以为中观 营是 我们都以为是中观影响 为是多 但其实 是为是的思想 对于中观的影响 是更大的 那么 再来谈到大乘的经典 可以分为 比如说 中期 后期 了一不了一等等 那总之 中期 后期的大乘经典 又包含 非常非常多的经典 其中 像是 华严经 这些样子 比较 大部头的 或者说 比较著名的 这些大乘经典 都被归类于 为是的典籍 也就是说 很多大乘的经典 被归类为为是的 可以说是 被归类为 中观的比 被归类为 中观的多 所以 举例于华严经来讲 如果你想好好了解 读懂 像华严经 这些大部头的经典的话 那么你就必须要 好好去学习 跟阅读为是的 大师们 他们的这些著作 以上呢 这是谈到我们说 经典 显称的学习很重要 为是对显称 经典的影响 再来谈到密称 这个更究竟的 见解 思想来说 中观当然 非常的重要 但是很多学者也认为 为是的这个思想 对于 对于于且 于且续 是更为 这个深远的 尤其呢 是到了 这个 无上续部的时候 像更是强调了 显向违心 还有像大手印的时候 也特别强调 这样子的显向违心 等等的 见解思想 所以可以说 为是的思想 认识为是 了解为是 不只对于你在学习 认识了解 显称经典 有帮助 尤其对于你 修学密称 是更为重要的 而且呢 据说 很多这个 撰写 这个续典 注解的 极为著名的大师 像是 Gadenjaba 还有 Bawajaba 等等 他们也都是 为是师 都是 为是的大师 所以从 可以看到 从佛教的 角度来看 这个为是思想 很重要 真的应该 好好的学习它 那么再来 我们从 一般 嗯 这个世间的角度 来看 这个为是 为什么为是 也很重要呢 就为是对于我们 从 呃 非宗教的角度来说 它也很重要 我们从 我们从这个 呃 呃 看到欧洲啊 我们从当时 文艺复兴 那时候开始 在文艺复兴之前 我们说也就是 中世纪那个时候 当时是神学的思想 可以是当时的主流的思想 但是因为文艺复兴 所以很多的西方人 可以说他们的思想 得到了一个解放 所以他们都从 这样一个中世纪的这种 神学的思想当中 解放了出来 他们当时就认为说 啊 没有这个 没有神了 而且 他们也认为说 这个 大自然 自然界 和人类呢 是这个 相互对立的一种状态 总之呢 他们是很想 这个 很想 急着想要征服 这个大自然 他们觉得这是大自然 可以被我们人类 所控制征服的 所以呢 他们就 很急着 发展 各种这种 自然科学 然后想要去征服 大自然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那么造成的结果 是什么呢 就是 是的 科技是 在那个时候开始 科学进步了 但结果是什么呢 也就是 环境 遭到了 破坏 你看空气 各方面 遭到了污染等等 这些 各种的灾难 也都是 现在 大家有目共睹的 而且都是现在 在经历到的 所以 一直到现在 不仅是我们 人类 而且地球上 可以说 所有的生物吧 都面临着 很大的一个 危难 很多都是因为 你看人类 因为想要 这个 觉得自己可以 征服大自然 然后 着急地 发展 这个 科学 而造成了 大自然的这些灾难 但是这时候 为事的思想 就很重要了 因为呢 为事的思想 很重要的观念是认为说 我们自身和大自然 不是相互对立的状态 而是大自然 其实是由你的心 所造作出来的 所以呢 它是自己的 可以说是 大自然是自心的 一部分 但是 讲到这里 我们说现在很多的人 受到了 现在的教育 尤其 深深地受到了 这种 唯物论 还有像 这种 自然科学等等 这些 见解思想的 一个影响 当我们听到 这种唯心论 或者说 一切由心所显现 所造的 这种思想的时候 会觉得 这太好笑了 这是一个 很好笑的 一个说法 甚至觉得 这是一个 很空泛的 一种理论 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一个 想法呢 我觉得这跟我们 从小受的教育 是有关的 因为 我们从小 受到的都是 科学的 这种教育 当然还有 整个社会 环境的 影响 可以说 这个整个社会的 这种 大环境的 一个影响 在这样的影响之下 我们很自然地 会觉得 唯物 这样的思想 是理所当然的 很少人会怀疑 这个 唯物的思想 哪里有问题 所以很少有人会 想到说 一切唯心造 或者说 唯心的思想 根本不会想到 这个 那当然也更不会 相信 这个唯心 唯事 这样的一个思想 这种说法 所以 连这个唯心 到底是什么 根本 真的是完全是 无知的 是不知道的 而且我们看到 现在我们的社会 真的是越来越物质 这个 人也 人关注的 都是物质 然后 这个物质 这个也是高速的 这种在发展 所以在这么快速的 这样一个步调当中 所以我们根本 没有时间 也没有 没有机会去怀疑 这个唯物论 没有人会去怀疑 这样的一个 唯物的思想 没有人会觉得 这那里不对 但是 实际上我们看 从自古以来 这个唯心的 这种思想 是 这个 古老哲学 思想当中 就有的 是很重要的 一个思想 而且 你看到 古人 其实呢 他们都很相信 这个唯心的 所以 有时候看看我们 现在来说 从佛教的词汇来讲 就是 所谓 五着恶事 但一般来说 就是真的是一个 白话来讲 现代话来说 就是一个 真的思想 非常颠倒 扭曲 或者说 这种 本末导致 这个黑白不分的 一个时代 所以我觉得 这个 学习 唯事 这样的一个 它不就只是 我们多一点 有关唯事的知识 不是 它真的很重要 是因为 它不只是 知识面 你增加 而且 重点是 它可以 真的 针对 对峙我们 很多的 这种 错误的观念 这种颠倒的思想 而且真的 像我们的 我们现在都有 我们的世界观 我们有价值观 还有 这个 人生观等等 都可以透过 唯事的一个学习 而得到了一种 可以说一种 更新吧 可以说一种 刷新我们的 各种的观念 完全让我们的观念 得到一种 转变 可以跟 佛法 更好的 更正确的 一个 呼应到 那么尤其 我们说 看看我们 现在的 现在的生活 现代的 社会 真的很像是 这个 很机械的 这样的一个 社会 很机械的 这样一种文明 而且是一个 非常资讯 的这样的一个 的 这样一个社会 那么 这种步调跟节奏 快到 这个 一瞬间 都停不下来 有一点像我们 就是像那个 热锅里的 废水一样 不断不断地 在煮着 我们的生活 现在的生活 让我们 真的没有 喘息的机会 没有办法 真的停下来 所以有时候会感觉到 我们自己 在现代的 这个生活 各种外界的 刺激 有时候我们都被 这些刺激 或者说这些 被操纵 被绑架了一样 那么就像是 那个木偶一样 有没有 被这个完全被操控的 线这样串着的 这个操控的木偶一样 我们对于自己 完全是 没有自主的能力 已经被 完全被外界的各种 刺激 所操控了 所以好的一面来说 是的 我们现在世界很进步 但是 从不好的一面来说 我们也被这些 外界的这些进步 所淹没 所操控 而没有办法真的 掌握到自己 也找不到一个目标 跟方向了 所以 这时候我们的心 也都非常的混乱 而重点是 我们这时候的心 都不会向内 去观看了 我们的心 不断地挑动 被外界的刺激所挑动 不断地向外 去散乱 所以总是向外去看 别人什么怎么样 那些事情发生 什么事情等等 所以对于自己的心 去越来越陌生 甚至会觉得 跟自己的心 越来越疏远 所以 有时候想想 以前来说 像是在 过去吧 古代 或者说 像我们现在看到 牧区 大家是 生活在一起 这样子的生活方式 那样的一种 人跟人相处的 这种生活方式 人跟人是 非常的亲近的 但是现代的社会呢 却 让我们感觉到 是非常的疏离 就像是 所以有时候呢 人呢 都被自己 有点是自己 跟自己都疏远了 那么 也开始忘掉了 自己的 故乡 忘掉了自己的原点 甚至最后 也忘记了 自己的 自己的心 是什么 可能最后 也忘掉了 所以我觉得 现在社会 真的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 疏离感 和大自然的疏离感 和家人的这种 亲情的疏离 和邻居之间的疏离 总之呢 就是你觉得 跟所有人 都非常的陌生 非常的疏离 也因为 这样的一种疏离感 现在很多人 会有的 社会的疾病 会有什么呢 也就是像这种 各种的忧郁症 焦虑症 等等 也都是 来自于此 当然我们说病 有的是靠医生 可以治疗好的 但很多时候 患者本身 更是要 自身也要去 更主动 和积极地 想要去治疗 想要去 处理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我们如果 都有这样子疏离感的 换了这样子 现代疾病的 现代人来说 要怎么做呢 事实上有时候 要做到 也很难 因为 我们自己都不觉得 有这样子疏离了 都不觉得有这样子的 疾病的时候 不觉得有 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 主动或积极地 做出些什么努力呢 会根本 无法开始 所以我觉得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为世的 这个思想 我们去看它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整个为世的思想的历史 它的整个的演变 严格就是什么 它在谈的 就是向人类的内心 世界去探究 尤其呢 它是对我们 也就是人类的心理 到底 它在怎么想 它是怎么作用 去做非常非常仔细的 这种分析 比如说 又谈到 阿赖耶士 是什么 还有什么是 莫那士 等等 还有 不同的 我们的不同的心事 互相的关联性是什么 还有这些各种不同的心事 和那个阿赖耶士 关系又是什么 所以可以说 为世的思想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完善的 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思想 而且我觉得这个心理学 为世的心理学 比起西方的心理学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而且为世 它不就只是 学术上的这种心理的 心理的一种学说 而且这个为世呢 它是真的有 它是真的有实际作用的 它是真的有这种 可以达到 可以说治疗我们各种疾病的 这种作用的 为什么说 为世的思想 它这么有力量 它可以治疗我们内心的 各种的疾病呢 因为就是 它不就是一个思想 它不就是一种 哲学见解 而它是真的的一种 一种治疗的方式 一种方法 它可以帮助我们这种 可以说染污的心 或者说已经异常的这种心 可以恢复清静 可以恢复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本质 所以这个为世 这次我们讲的主题 为世的整个思想 它不就只是 曾经过去 这样遗留下来的 这样一种文化遗产 而是真的 纵使在到了现代 对于现代的社会 它也确实 有这种 它是生气勃勃的 它是具备着能量的 非常活跃的一种思想 它是一种哲学思想 它也是一种宗教 而且它也是 具有刚刚提到这种 能够对峙我们的心理疾病的这种 有力量的一种心理学 当然在为世的教理当中 也确实有一些 非科学的层面 也就是 比较 也就是 比较着重这种 宗教信仰的 这些部分 但我觉得 就算是这一部分 我也觉得它非常的重要 因为 因为科学它并不是一切 它也不是万能的 因为对我们人类的 这个生活而言 这个 你看 能够过去来看 从历史上来看吧 人类 我们能够存活到现在的 各种的力量 很多呢 也都并非科学性的这种事物 所以科学它并不是一切 并不是这种万能的 所以就像 为世的思想 它是 我们说佛教的 其中一个支派 其中的 这样的一个思想 它重要的就是 它是 以什么为目标呢 就是 以这个帮助我们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为目标的 这样的一种 一个佛教的支派 这样的一个宗教 所以这样的一种思想 为世的思想 非常的珍贵难得 然后 从过去流传到现在 那我觉得这是 是我们应该要好好珍惜的 因为我们要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为目标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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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东西不就只是靠科学 很多时候也必须靠宗教信仰的这个部分 尤其很多时候我们说 这个生活中遇到大部分一些 很多重大的一些事情吧 一些困难的时候 真的是必须透过一种信仰 一种新的力量 才能够 这个 去克服它的 所以 总之呢 这个 这样一个为世的思想 你可以看到 它真的非常的 珍贵跟难得 流传到现在 所以我们要好好珍惜它 所以 总之 刚刚也谈到心理学 现在很多人谈到心理学 是大家都很感兴趣 而 佛教呢 它 就是 专门探讨 心这样的一个 一门学问 或者是一个宗教 所以 想要学习和修持 佛教的人呢 我觉得 我们应该 从传统 而且也应该 从现代的教育上去着手 对于 心 还有 各种的 情绪 各种心锁 等等 各种的状态 你都要去融会贯通了 所以 你要了解佛教的心 还有各种的 心锁 各种的运作方式的话 你都必须要了解 为世的思想 那么 为世呢 当年 当时在印度 弘扬开来之后 在许多著名的 印度的佛教学院当中 你可以看到 都是 坚弘这个中观和为世的 像是 纳洛巴大师那个时候 当时就 还有香提巴 还有荆州大师等等 那他们也都是 这个 为世师 所以总之呢 当时印度的 这些大乘的 佛教的学院 也都是 因为 坚荣 这个 坚弘 这个中观 跟为世 所以 这个大乘的 大乘的佛教 可以广大的 弘扬 所以从来 没有发生任何 违背的 或者阻碍的 事情发生 从来没有 所以其实最初 你看到 佛陀 就是因为 佛陀他自己 非常的 可以说 重视 非常的 这个 弟子们 不同的 根气和兴趣 所以他 很仔细地 开示出 不同 利益 不同弟子们的 教法 所以也因此 造就 开启了 不同的 这些 乘法 见解 也造就了 这些 不同乘法 见解的 兴盛和开展 但是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不同的 乘法 见解 兴盛 开展 是很重要的 但是呢 讲到这一点 就 藏地来说 却是 天也是中观 地也是中观 我是中观 他是中观 到处都是中观 这种呢 对于其他 或者说 下部宗派的 这个 亲世的一种情况 就都 只 独宗 这个中观的一种情况 其实 无论 无论从 哪个方面来看 都是坏处 多于 好处的 所以这种情况 所以 这种情况 他是 怎么样呢 到底是 利多还是必多 是说不清楚的 其实呢 有的时候 有时候 你对别人的 理解 越深入 其实 反过来 会帮助 更看清 自己的 这个定位 或者说 更看清 自己的角色 是什么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 想要清楚 我们说 自己是中观 中观师 所以如果想要清楚 自己中观的 这个角色 这个定位 我们其实 各位就应该 更深入去了解 到底 为世 他说的是什么 而不是 就去觉得 为世不怎么样 如果只是觉得 中观点击当中 如果你 只是从那些 中观点击中 驳斥的 为世的 那一点点的见解 想要去了解 为世的话 可以说 你对为世 是不求圣洁 你也不真正 尊重为世的话 其实你真的很难 了解为世 他到底好在哪里 他的特色和特点 是什么 举例来说 像现在 世界各地 一些大的城市当中 像纽约吧 他有不同的人种 像总是会有一些 这种种族 轻视 那么 如果你本身 就带着这种轻视 那么 你也不会 对于其他的 种族 比如可能 对于藏族吧 在纽约 如果你对于藏族 是觉得 这个轻视的话 你也不会 想要去了解他 你也不会 真的去 想要去认识他 所以你也不会 真的知道 到底藏族 他的特色跟好 是在哪里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真的就是在 这样子看为世 我们觉得 过去中观世 反正都已经 把他们驳斥得 干干净净 我们大概不用 再去想什么了 所以我们觉得 大概为世 也没什么特殊吧 但这样子 却真的是障碍了 可以说阻碍了 我们去真的 去了解这个 为世的机会 这个大门 就被我们自己 关上了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 所有藏传的 佛教徒们 尤其是 我们杀与福学院的学生们 我们真的对于为世思想 真的是非常非常陌生的 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并不过分 因为呢 因为呢 过去的 西藏的 藏传佛教的大师们 首先 对于谁是 为世的大师们 譬如说 哪一些祖师是 为世的大师 哪一部 点击 是 为世的点击 也都还有很多的争论 就是我们藏传佛教大师们 自己 都还有很多的争论 都没说清楚 所以我们要能够 还要去深入了解里面的内容 那更是困难的 所以很多佛教学生 就算是读了 可以说近十年的书吧 甚至也很难讲清楚 这个为世 其中一个三性的理论 也可能很难说清楚 那平时呢 我们都很喜欢 这个去分别说 谁的见解比较深 这个谁的见解 这个比较浅 那么 所以一般来说 的确我们会认为说 中观的见解 它是最深奥的 这是藏传佛教 大家都有的一个认为 然而呢 中观 它却不像 为世思想 那般的这种内容 是庞大和繁杂 所以 所以 比如说 通过中观一个小小的见解的教导 你就能够领悟 所以你只要了解了中观一个小小的见解 对这样的教导有领悟 你就能够以此类推 领悟 领悟其他的道理 但是 为世学就没这么简单了 因为呢 它的内容 类别是非常繁杂的 你需要具备的这种 知识的基础 是非常广博的 所以 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 就算你读再多的这些经典 有时候你还是搞不懂 搞不清楚 到底为世 真的在说的是什么 就是因为为世 它的内容类别 非常的繁杂 好 那么 我们这里大概 休息 半个小时